我们这里来介绍弧度跟扇形面积的一些观念 以前的话呢 我们在计算三角函数的部分的时候 都以这个度 度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度指的是一圈360度的方式来计算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弧度 弧度的话呢 我们的定义是π定成180度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只要看到了π是180度 我们就可以以度来换弧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大概做一些小小的解释 为何的话呢 我们不喜欢用度 而是使用弧度呢 是因为三角函数 它是一个对应关系 函数嘛 那它是一个角度 对应到数字的一个关系 那对于我们的绘图而言的话呢 我们希望的是XY轴 我们希望是数字对应到数字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度对我们来说并不方便 我们希望把它做一个转换 把它换成一个数字 那以这一题而言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例题 让我们看看 我们耳熟能详的 这个叫做常用的这个特别角的部分的话 它的话呢 换成弧度是怎么样 以30度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你们知道它们是多少弧度呢 是六分之π 六分之π 为什么呢 因为π是180度 180度除以6是30度 这边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可以写弧度 但是不要写 你什么都不用写 它只是一个数字 如果一定要写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叫做 近的方式来写 那不写也没关系 你就写六分之π就可以了 那以这个来说的话呢 是45度叫做四分之π 60度呢 是30度的两倍 所以的话呢 我们常常用的就是三分之π 那我们复习一下 各位同学的话呢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同学的话呢 你遇到了side的六分之π 那各位同学知道 它的答案要怎么写呢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用的side三十度 我们要立刻就能够转换过来 答案是二分之一 这个同学的话呢 要知道 那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弧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公式 叫做扇形面积 什么是扇形面积呢 我们来看 所谓扇形面积的话呢 就是一个圆的一个一部分 我们把它切割 根据它的圆心切割掉了以后 变成了一个 这个像一个扇子打开来的形状 我们就称为扇形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来讨论一下它的公式 这个角度叫做θ 那这个面积整个叫做A 我们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 这个A的这个面积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扇形面积的话呢 我们的算法是这样算的 这个A的话呢 其实的话呢 我们的话算法是 整个圆 整个圆大家都知道了 它的面积是πr平方 可是的话呢 我们不是整个圆 它是圆的一部分 那我来怎么看呢 因为圆的话呢 是一整个圈 绕一圈是几度呢 是360度 那我们的话呢 是占的是多少呢 占的是这一部分 好 那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角度来说的话呢 这个公式就OK了 它的话呢 是按照比例 整个360度所占的区域 可是这个公式的话呢 各位同学觉得它 应该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我们的话呢 如果把它换成弧度 那就可简单了 各位同学的话来看 π是多少呢 180度 这里是360度 是不是刚好是它的两倍 这个地方一消掉了以后 这边就是2 所以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知道它是二分之一 r平方θ 那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扇形的面积的公式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只要看到了 二分之一r平方θ 这就是我们的话呢 非常常用的扇形面积公式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